要履行环保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现代的环保 不一定要完全放弃生活的享受 因为在现今的城市生活当中 如果要不开冷气 不用胶袋 可能是天方夜谭的事 但我们的确可以做到的是 由一个平衡点开始 其实除了环保之外 人生也是一样 在做和不做 有和无 黑和白当中 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只是在乎我们 有没有给到其他选择给自己 船湾淡水湖 可以说是一种建筑的艺术 除了在海中兴建的水塘之外 身后的这个日红岛 也是全港唯一一个水塘拥有的 其实它是一种排红的设施 当水塘的水太满 就会沿着边边的位置 将水排出大海的位置 船湾淡水湖 位于船湾交野公园之内 这个建于1978年 面积达到4594公顷的交野公园 三面临海 中央山联重叠 只要你登上附近的高地 海天一色的景色 一定令你难忘 所以我沿着船湾淡水湖 登上长排墩 印上赤门海峡的景色 如果平时大家留意这个地方名字 可能都会听过宿管忽这些地方 其实在白宫咀这里 都有一个叫老虎忽的地方 其实忽这个字 客家人来说 它会独造这个屈字 这个字可以解成是竹片的意思 也可以解成是深入内湾的意思 就好像后面吐露港的内湾 就是叫老虎忽 它连同凤凰忽和牛环兔 都在船湾淡水湖的东南面 在60年代的时候 这几个地方曾经经营过珍珠养殖场 不过现在就没有经营下去了 不过不说你不知道 原来在五代十角的时候 吐露港这一带曾经是承产珍珠的 当时有很多珍珠在出产 这个原因可能和老虎忽 是一个长袋形的内湾有关 而那条长臂 有些人叫做将军挂剑 由于那条长臂 就将一些海浪挡住了 令到原本已经很平静的内湾 就更加支律平静地 为这个养猪鱼叶 提供了一个天然良好的环境 但是自然很多时都会给到很多惊喜 我们的 好像眼前的这种植物 它就叫做阔包菊 很少可以看到它开花 今天我们就很幸运看到它开花的 其实这种植物多数都会生在水边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多数都会有一些村落的 那些村民就会拿它来做一些茶果 就叫做烟西饼 通常都是过时过节做来吃 还有它们有一些疗效 有些植物可以用来做茶果 有些植物可以用来煲凉茶 就像这种植物 它叫野甘草 有些人就叫它冰糖草 以前的人会用来煲凉茶之后喝 甘甘甜甜的 听说现在有些地方就将它研发 希望可以成为一些代糖 用来给糖尿病人用 一棵小的阔包菊 就令我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 野甘草就令我领络到人类的智慧 而白沙头的沉积岩 就令我深深体会到大自然的力量 在船湾淡水湖附近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就一定是白沙头的沉积岩 因为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全香港最古老的沉积岩 据说有三亿八千万年的历史 三亿八千万年 绝对是一个很古老的历史 但如何发现这段历史呢 就因为在这里曾经发现了 这个盾皮鱼的化石 而这种生物出现在那段时期 所以就证实了这段地质史 这段地质史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全中国都缺少了这段时期的地质史 可以说是捕捉了历史的发展 以及将香港的地质史 推后到差不多四亿年的时间那么长 但其实为什么会将这些古老的岩石 现在会显露在地面给我们看得到呢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因为 我们现在出面这里就是赤门海峡 它就是香港最大的一条断层 断层地方就是地质活动比较剧烈 所以这样就将海体下面 这些那么古老的沉积岩 而且还是水平的沉积岩 九十步角这样垂直了 出现在地面给我们看得到 既然有最古老的沉积岩 这里也有最古老的海蟹拱 身后面这一个就是 这个就称之为白沙头的象鼻岩 由于这里和黄竹角咀的沉积岩 都是属于同一组 所以它们的角度都是接近90度 由于经过海浪的沉积之后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海蟹拱 顺应自然的意思 是比事情自自然的顺着它的规律去发展 坚硬的岩石 不需要动用人类一分的力 变成眼前今天这样的模样 正如我们人生面对的事情一样 只要顺应着天命 自然你就会见到出路了 不过人总是会心急 在你求一件事得不到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你一定会问 曙光究竟何时会出现 时间的长短 没有坏一个标准 如果你觉得你的黑暗很长 不妨想想想眼前的沉积眼 对比起三亿八千万年 其实我们的人生真是很短暂 当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平静和安逸的心态 你会发现 无论你身处黑暗还是光明 你都一样活得自在 全球首个道交电视频道 道通天地 www.taoist.tv